歡迎大家收看《解讀逆經》 今集依然有余宗哲老師 跟我們分享逆經的智慧 老師, 今集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就是星掛 根據聚掛傳, 星掛排在水掛之後 有特別原因嗎 是, 水掛是集結 集結一些人或物 能量或力量, 集結 你集結了力量或燃能的人之後 其實用來做甚麼 沒理由放在那裡, 對吧 去發展一些事情或工業等等 集結, 水是一個消極的結合、集合的力量 而這個星是將這些能源、能人 發展成一個積極的作為 所以最掛傳他就這樣說 他說, 醉而上者, 為之升 故壽之以升 事物的發展都是這樣 集結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發展 等於你讀很多書, 滿福經论, 學問蓋世也好 但你不在深山上不去發展 不去利用在社會上去成就一些工業 或者利益眾生 其實是沒意思的 你賺了很多錢, 加財萬貫 但你不去報效社會 或者做福人群 你攬著錢, 難道放在棺材上嗎 對吧 所以這也是一個集結的目的 就是為了星去發展 一個消極, 一個積極 其實是雙負雙誠的 星掛就是下順上坤 那其實有甚麼意思 我們這樣看 它的掛其實兩象就是 順下坤上 這個星, 順是陰掛 是叫徐順, 是風 坤為大地, 大地是厚德再密 坤是由順, 順是徐順 就說隨著時輩、時間 去晉升、去發展 是這樣的意思 但其實我們現在說的這個星掛 是由水掛那裡接觸下來 其實水和星 其實它兩個是正反的關係 一個正覆的關係 它是一個中掛的概念 其實你看看 在這裏看的水掛就是摘地水 如果反轉在那邊看 反轉在對面看 上面就反轉了 剛剛相反就叫做地風星 它兩個水是消極的 集合一些力量、能量、能人 燃能的人 星就是將這些集結了的力量 能量或燃能的人去發展 一個就是消極的聚合、結合等等 而另一個就是一個積極的 有所作為去發展 所以水和星是相反相成的 所以它是一個縱掛的關係 根據這個掛詞 就說是圓亨 似乎這個掛就非常好 為何說是圓亨 圓是大 亨之中我們說是最好的一種狀態 這個掛詞這樣說 圓亨用見大人 密率、藍精是吉的 其實我們記得水掛說是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 而這個星掛的縱掛就說用見 就不說利是用見大人 原來這個水掛是九五和六二的一個對應 現在我們的星掛就是九二和六五對應 九二是大人 但不是大軍 而是大德之人 九五是大德之軍 是一個軍衛 水掛有一個大德之軍 下面的人結合了 就需要有一些大德的軍主 軍王、領袖去提升他們 去帶引他們去發展工業 所以水掛就叫做利見大人 但現在這個星掛是去用 因為實行了 所以用見大人 用是一個功能來的 實戰去做 現在這個九二 它不是大軍來過 是一個大人而已 六五是一個尤德的軍 尤德的軍 它需要提升 提拔下的一些賢能 因為你聚 水是聚合了很多的聰明人賢能之士 那麼它要提拔它 整個掛就是 因為九二和六五 認的 又認 陰陽 光柔相應 這是元亨來的 就是說六五這個尤德之軍 會提拔這個賢能的大德之人 九二去上升 上去做一些工業 叫做用見大人 由於六五的尤德之軍 提拔過九二的大人 所以我們看這個掛 大家支了上去 二支五之後就變成這樣 九五應六二 這是相當好的應 剛柔正應 兩個都得宗 得為得正 所以叫做圓亨 圓亨 是這樣的意思 而且這個掛 它支了之後 變成右邊 我們這樣 互到一個尼掛 尼是甲咒兵庸 所以這個掛詞是指南征 兵庸戰禍就是打仗 尼掛就是南便 坎水是個字 互到一個坎掛 四四五上 互到一個坎掛 坎為深字 那指向可以實現 其實是指周朝 準備去南征 祈禱為南征 其實這個星掛的掛意 是甚麼 其實整個星掛 其實周朝周皇 去這個登高 去山上高 升 就是爬山上去 是指祭字 裡面的掛牙很多 是指祭字 如果根據出土的 漢簡的翼 或者漢伯的翼 它裡面不是叫升掛 它是指燈的 燈就是登高 登的掛是登高 去祭字 亦是指整個掛 地在上面 木在下面 木生地中 那棵樹慢慢慢慢成長 升高 代表叫做甚麼 由微去住 亦少成大 日益增長增高 而市民發展向上升盡 好了 至於斷詞 又詳細解釋 這個掛切內容是甚麼 這個斷詞說 由以時升 順而順 光宗而應 是大亨 用見大人物率 是甚麼意思 其實這個碎掛和升掛都是小過掛 我們看看小過掛 它本身 六二就不是剛宗 六五都不是剛宗 於是如果它轉下來的時候 就變成了升掛 右邊的升掛 又是剛宗 順和坤都是柔掛 順掛是徐順 然後坤掛是柔順 所以它變成這樣的意思 剛宗而應 大亨 因為九二和六五是應 所以這個是大亨 九二亦是大人 大德之人 變成了我們之前看的那個掛 有個坎掛在這裡 有個擔心 現在這個升掛已經沒有了一個坎掛 就沒有了這個優術的事 那為甚麼有慶 因為它是護了隊 之前我們說過它藍精 利藍精因為護了一個尼掛 會兵庸戰和甲袖 南方去徵 但是這個升掛 是得到那個護隊是起興的事 與此這個藍精結果是吉的 是這個意思 那象池的地中生木升是甚麼意思 上昆下信 昆是地 信是木 木是向上升 生長一定向上升的 這是大自然的規律 大自然也是順著春夏秋冬的時序生長 但是我們說君子修德 世間上任何的德行 都是隨著形勢時間去增長 沒有促成、沒有僥幸 所謂君子以純德 積小成多、積微成珠去發展 人發地 才學習地中生木的精神 我們真的要向大自然學習 如何慢慢將自己的德行積聚 成為大德之人 可能這時候會先來休息一會 第二節回來會跟大家說 這個升掛的搖詞 待會回來再見 看見吧 回來第二節的解讀易經 繼續跟大家介紹升掛 升掛是積極的聚合升遷的意思 至於它的搖詞的意思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初搖 初搖是陰搖,老師 沒錯,整個掛是地風升 是指向上發展 整個掛都是指升的 初是陸,初陸是陰搖 陰搖居於初,亦是星掛的齒 初齒 本來是陰搖,本來是最低分位階級 那要怎樣升呢 而且陰搖代表靜,陽是冷的 但它在狗的位置 其實也是陽的位置 他說運升大吉 大吉,本來錯位 對,陰居陽位 陰居陽位 原來它本身跟陽是冷的 下掛順有九二,德宗,剛宗 這個剛宗又跟五是陰陽形的 陰乘陽,初這個六是承托九二 它昆掛,上掛是順,柔順 下掛順是徐順 哪個徐順是陰除羊,陰成羊 初六是跟著九二、九三上升 陽動、陰症 但陰是徐順,跟隨羊,徐順 跟著這個狗上升、發展 而且這個雲有甚麼呢 雲有鷹成、信賴、徐順等等 順怪是徐順,跟著它走的 跟著九二、九三這兩個羊牛 去發展工業上合致,志氣相同 這樣能夠發展,所以叫做大吉 至於九二,剛才說的羊牛 隨著這個羊牛的變動 那這羊牛在說甚麼 九二這樣說 呼乃利用藥,藥無咎 張慈說,九二之呼有喜也 其實呼是信用 九二和六不是認的 陰陽正認 大家互相信賴 用一個誠意誠信去處事 這個藥是一種祭禮 是春天的祭祀 藥是一種簡單、簡約的祭禮 蔬果的祭禮 用蔬果、生果、菜 這樣去祭 沒有甚麼三生、牛羊豬、雞龍鴨 這些三生祭品 是一個簡約 但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九二和六五認 就是忠心的誠信很好 呼乃利於祭祀 祭祀我們說是官管而不官自然 不看祭品的豐盛 簡約的蔬果 但是簡單而言 祭祀最重要是你虔誠 以及一個誠意的心態 就可以去祭祀了 是無咎的 九五之呼有喜 而且二開始進入三、四組合裡 互相對掛 對掛為喜、為悅 所以二、三、四互相對掛 對掛為喜、悅 所以他由應五互相對掛 九二之呼有喜 是這個意思 那到信掛的最上一咬 就是一個羊咬九三 內容又是甚麼 他說九三聲虛吾,很簡單 甚麼是聲虛吾 整個掛都是聲的 但是九三如果說聲掛之中 是最強勁的 聲的意念 欲望和能力的一個咬 因為九三其實是羊咬居肝 動力甚強 君子,中日乾乾 進取向上升 而且三、四、五是互道一個陣卦 真為動,更加是動力甚強 是不是? 晉升已經是勢不可擋 而且上掛是昆 甚麼是虛吾 陽實而陰虛 昆是陰謠是虛 昆是邦地 國家、地方 昆為大地 這個虛吾 無論形容詞或名詞 都是坤卦,聖去入 晉升,陰是順從陽 所以說九三升進 如入無人之境 非常順利 無可阻擋,勢不可擋 為甚麼他說無所疑 因為二是應上的 陰陽相應 而坤卦是順從 所以對於九三這個一往無前的晉升 是不會阻擋而配合順從 所以是無所懷疑的 接著來到坤卦 這一堯就是六四 一個陰堯 內容又在說甚麼呢 上掛的坤,四開始是陰堯 堯詞說六四 黃用響於其山 這個字本來是亨字 但這個古字跟下面一畫的紙 那個響受的響是通用的 還有那個烹字多四點 那個也是一樣的通用 有些經學家讀亨 有些經學家讀響 黃用響於其山,吉無咎 無咎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這個用是一個動態的座詞 是應用、實行、實行的意思 這個六四是這樣的 三、四、五是護到鎮卦 三、四、五是護到鎮卦 鎮是諸侯 整個卦就是在說祭祀 祭祀,鎮卦記得我們說 鎮為足是主祭氣或主持 而祭禮的那個人 這個王是諸侯祭祀 旗山 二、三、四是護到鎮卦 旗山在周朝在西邊 是西山 現在是陝西省 所以叫做西旗 或者西山叫旗山 祭祀,鎮卦其實六四是說 諸侯和周皇上旗山去祭祀 這樣 所以一路升一路升 這個卦其實他還這樣說 從九二、九三和六四 他可以理解成是甚麼呢 是說周族或者以前的人 是聚居之後 那些首領就帶領人升 一路向上 九二是說祭祀,去聚合一些人 九三是說一路上升盡、升虛溺 因為人越來越多 要找更凶狂、更大的溺地 去聚居人,所以升虛溺 但是人越來越多 也要對於天地神明一個敬畏 用祭祀去統治 或者管理萬民 所以六四就在說祭祀 其實他整個卦 從九二、九三和六四 其實他好像在說周朝、周皇 他們這些人在說 是怎樣去發展那個時族、部落 然後去祭祀,敬天地、敬鬼神 來一個宗教信仰 去令人去敬畏 所以他說王勇響於其山 就說周皇,他現在好像在說 周先皇的古宮 但父遷其山上其山去祭祀 信仕 用祭祀儀式或者宗教的信仰 去令人心對天地神明 鬼神有敬畏 去做事 無論管理國家各項公事或南征 也可以順利發展 所以叫做順時 到君主這一窯 但這次是一個柔順的君主 是一個陰窯 沒錯 五是君衛 是柔順的君 這是一個柔順的君主 他說六五是禎吉星佳 張朝說禎吉星佳是大得志 甚麼意思呢 去到五已經是星掛之中 最好的一個位置 再升就上了宗廟 你不是君衛去太廟 變成就不應當 所以叫禎堅持在這個位置上 升到你這裏 在位置上 官衛或職位皇衛裏面 再升就不行了 但其實升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的道德、你的德行升 如果你德博而為尊 這樣就不好 但你那個位置去到君衛 但你的德行繼續是尊貴升 等於一個統治者或一個官員 他這個民望升階 德望升階 而不是在那個位置再去晉升 你可以在一個修養、德行裡升階 如果做到這樣 二又跟你認 你在一個君衛上 用一個柔德的 重用下低的九二的言能 這樣這個正吉升階 一定是大得志 你的志向一定可以實行得到 到上錄這一詭 內容又在說甚麼 上錄是升掛的最上 即是升到盡 所以那個詭詞 他說明升,利於不適之精 明是甚麼意思 上掛是昆 乾為白天,昆為夜晚 夜晚是幽冥、黑暗 所以這叫明升 升到最盡的時候 都不知道前途應該怎樣 他說利於不適之精 不適這個理解有兩個意思 適是陽適、陰消 適是增加、增長的 利適也叫利適、利適 不適就是沒有增長 第二,這個不適是在這個卦裏面 是指九三 九三是君子 君子以自強不適 乾卦這樣說 上錄是應九三 在星能夠發展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仍有一個得著 有一個色的時候 是靠這個陰陽鞋脅 九三認著這個上錄 但如果這個星明升在上 而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已經去到最盡 還要勉強而為之 再去前進的時候 那就會脫掉這個九三的認 又失去陽這個色 這樣叫做不適、不適、消不適 陰盡就消不適、不負、消不負 所以告解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應該要正、堅守正道 跟九三去陰陽涉協 配合著這個意思 總括而言 星掛代表我們怎樣的智慧 整個星掛 其實是記載了周朝的祖先 古公彈庫千祺山登高 行上山去祭祀的史實 所以整個掛裡面 很多謠說祭祀 譬如九二的藥 簡約的祭禮 九四的響 亨或獻 烹這些都是祭祀的儀式 就說古人對祖先、天地、鬼神 敬畏 以及對宗教的信仰、誠意、誠心 其實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如果人沒有了宗教信仰 或者沒有了對天地、鬼神的敬畏的時候 就會亂來貌在害命、不擅守 不說禮而廉恥 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其實整個星掛亦都在說地中生木 整個掛 地中生木 就是大自然的樹木一定向上升去生長 地中生木 老子說人發地 我們學習大自然的規律 樹木向上升生進 人的德行的修養 亦都不可以一輝而奏 經過時間累積 沒有僥倖、沒有捷徑 一度慢慢要自己去盡德和修業 樹木的升是十年樹木 人的修德、盡德修業是百年樹人 所以地中生木見微知著從小到大 積小成高就是星掛的意思 好,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的解讀日經再見 再見